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同学武安 这是幽默社会学 要有几件事情 因为今年有录影 所以录影前要先宣布一些事情 以免同学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 第一个提醒是这样 课程全学期都会录影 全学期 拍摄会以老师为主 同学请勿担心入镜问题 所以千万别跟后面人打电 你就会入镜 二 课程不会随学期进度上线 这句话有点文言文 重点后面的 请勿赢课程有录影就不来上课 重点是最后这句 第三 进出教室请注意不要经过摄影机 且注意不要动到摄影机 摄影机非常脆弱 他有骨质疏中症 第四 若有问题可向课程助理反应 课程助理就坐在那边 一个是摄影的 一个是吃饭的 所以有什么问题可以请问他 这是先说明一下 那先来说明一下这门课 那个没有拿到讲义的人 你就先看看别人的 或用听的 好吧 那个将来会注教会放上C版 你就可以下载 因为过去呢 我都非常这个传统的 有多少学生印多少讲义 结果那讲义呢 到了第四周以后 基本上都很多人都不会拿 我每一个学期要丢掉的讲义呢 是我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 大家不拿就一叠 我连那个到学期末要检查讲义 使出这个杀手键 都还有人不拿讲义 去年考试有一个非常大牌的不拿讲义这样的 不是空袭警报 各位不要紧张 这是在修房子 好 所以呢 基本的资料 包括我是什么名字 这堂课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教室 那会谈时间 会谈时间 我只定一个 我大概一定会在的时间 就是礼拜二的下午 因为我礼拜二上午有课 我下午大概会在 但是不表示 请你记住 不表示我礼拜二下午 我会坐在那里 等你光临 没有这回事 我会在那儿 但有的时候没有人来 没有人跟我约 我就走了 我就走了 所以你不要说 我没跟他约 然后我去敲门 礼拜二他应该在那里 没有的事 你所有的人都要跟我约 如果你礼拜二不方便 我们就看我那个礼拜 什么时候我会再进来 什么时候方便 好吧 如果你是很害羞那种行 觉得哎呀我不好意思啊 耽误老师时间啊 那你就不要来找我 老师的生命中有个部分 就是要被你们糟蹋了 你还这样想 反正你是来问我问题 没有问题 你如果生涯发展上 有这个困惑 你觉得我可以帮你的 你也可以试试看 我这两个不是爱情社会学 OK 记住这是幽默社会学 爱情社会学 我可能不再教了 因为网路上有 现在连大陆学生都在看 我每一个礼拜要回答 平均回答一个大陆学生的问题 你想大陆有多少学生 我想我到死我都回答不完 好可怕 好那会谈的地点 就在这栋楼的417 叫研究室 那是我的研究室 你到研究室来非常不舒服 因为我这一张小椅子让你坐 你如果有机会来 你看你就知道 如果你纯粹为了要参观我的研究室 看那个录影的没有 因为上次还有人看录影 说我要参观你研究室 你有第一堂课说了 可以参观你研究室这样 我针对 大部分事情都针对这个 在现场的人 那个 如果你要参观研究室 那你就参观 我就让你开放让你看一下 那联络电话 你最好不要联络我 因为常常找不到我 所以你有什么事情 最方便最方便 你不急的话 你就是上课或下课 这段时间来找我 我很讨厌写email回答问题 因为 我要讲的实在太多了 可是email我打起来太慢 然后万一我又懒得开我的电脑 我用iPad mini来回答 那就慢到我快发疯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先跟各位讲一下 我有一些毛病 希望大家知道 但我也有热忱 我也希望你知道 那传真你当然是用不上的 那电子信箱只是让你知道 你如果有需要可以写信给我 但是如果写的人太多 我就不会回 如果你写了 你想我有时候会回 我大部分时间会回 我连大陆学员都回了 你们的我就更没有理由不回 每次大陆学员都好兴奋 说没想到竟然给我回信 我心中的OS说反正我没事啊 我有事我怎么会给你回信呢 我不是很忙的人 好那这是基本的介绍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可能会得到我的手机号码 那是跟有血液没有人才可能有机会 好那说明一下这门课程是台大开放式课程 那我的课在台大开放式课程已经 这是第四门 前一门第一门是爱情社会学 第二门是社会学 第三门是爱情历史社会学 现在是幽默社会学 所以录影 刚刚已经宣布过这个录影的须知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不通常不会照你们了 除了打瞌睡也没关系了 打瞌睡真的也没关系了 不会照你们了 你不要在后脑勺写 我是谁谁谁这样就好了 好吧 这幽默你们都不知道笑 天哪好冷啊 好吧 这是我的问题 好那这是从社会学立场来研究幽默 这堂课不是幽默训练班 所以不是保证你上完这门课 你就可以去讲相声啦 或是什么到哪里去说笑话啦 不会的你可能人生会制造更多笑话 我们只是从一个学术的观点来看 那为什么开这门课很简单 我个人对幽默有非常大的兴趣 从很小 那我们家族人都非常幽默 都喜欢开玩笑 那还有后来我喜欢看这方面的书 我从小听相声听得非常的起劲 曾经一度认为自己应该成为相声演员 然后到了美国呢 看人家那个stand up comedian 这我不知道台湾中文要翻是什么 曾经也向往说我可不可以当一个stand up comedian 结果很不幸的书念的太好 那条路就断了 你念书念太好就不可能从事一些有趣的行业 所以当老师以后呢我只能把这个非常无趣的工作 当作有趣来做 反正我笑话讲冷了也不会有人虚我下台啊 对不对 懂没 这是最好的地方 你要是商业演出 你万一讲不好笑 你马上就没有第二次了 我可以讲18个礼拜 好 所以呢我这样我不太在乎 虽然你可能可以去区分幽默是什么啦 笑话是什么啦 冷笑话是什么啦 搞笑什么 这种很学术的研究 就你适合研究所的人 我觉得大学部的学生大家能够来 然后知道学术跟生活是可以结为一体的 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要你在大学学了半天 所有东西都是用不上的 除非你当 这是什么火箭科学家 我就不知道微积分跟人类生活有什么太大关系 我就希望有数学系的老师或任何老师开门 微积分与你的生活 生活处处微积分 我就会佩服到不行 我就想说譬如说你的嘴唇 为什么长成这样 那就是一个微积分的公式什么之类的 那我就会佩服到不行 你看嘴唇长怎么样呢 他的眼睛一定长那样 我觉得这是高手 到目前我没碰到 很怕数学系老师看到这一段 然后再另外一个那个骂我 说你看这个社会系老师 好所以这个我会慢慢讲 第一个部分我的讲课通常都是这样 我不分中西的这种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旧的概念 你会发现几个重要的笑话集 那这个笑识 那这个笑识的故事里面 有很多变成现在的象征的段子 所以这个笑话流传了三百年 有一天我跟一个人吃饭 这是好几年前 人家一旦知道我是教幽默社会学的 最大的挑战之一说 那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笑话呀 懂吗 所以有时候教这个有个绝大的好处 你就说没有啊 然后他就讲 你想三百年前就已经讲了 那个人还不相信是三百年前 他以为我很臭屁这样 现在有了这个课程 我就告诉你 你就看第几课第三分56秒的时候 然后中间要pause一下 接下来就是那个笑话 所以这个历史的部分 会有这个部分 那历史是我们一般人最容易接触的 因为都是故事 那我们就根据发展的先后来讲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大概就是研究 笑话与什么 你如果上过社会学 或者拿一本社会学课本 你看社会学课本的 除了第一章第二章以外 如果第三章讲文化 那就是笑话与文化 第四章如果讲家庭 就笑话与家庭 笑话与性别 就这样 你就什么东西加笑话与什么 那就是 幽默社会学 所以在这堂课我等下会讲一下 稍微讲一下进度 那你就知道 笑话与社会学讲什么 那社会 在诗面上 这个有关这方面是非常的少 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些相关的书籍 所以 我希望你最好修过社会学 或社会学理论 你知道的会更深入一点 如果你没修过也可以 那你有不同的地方 请你一定要问我 这样好吧 然后对 那就已经跳到第三段了嘛 第四段 第四段 这堂课的 因为已经教过大概三次吧 所以慢慢累积一些经验 这是我的所有开放课程里面 教过次数最少的一门课 这种还没累积相当够的经验 只是因为老师年纪越来越大 现在不录影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录影 或者录的是不是那种哀思录 这样 所以这个 通常都是先从你们的作业开始 下礼拜来上课 你愿意要修这门课的人 你就必须做这个作业 这个作业呢 是请你去访问你身边的三个人 三个人去问他 他最近听过的 或者你自己设定 他最近听过的 或者他认为最有趣的笑话 或在网络上看到的 这你自己设定 这三个笑话是什么东西 然后请他讲出来 你把它记下来 然后你最好能够稍微了解一下 分析一下 记住这非常重要 这个笑话跟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关系 比如这个人可能是男的 所以他可能会讲这样的笑话 这个人可能那你就会注意到性别的问题 如果这个人是你妈妈 或者你爸爸 你可能会注意到家庭关系的问题 如果这个人是网友 你可能要注意到什么问题 如果这是joke版 你可能要注意到抄袭的问题 好 所以这是你要注意到 所以不是让你收集几个笑话而已 那收集完三个同学的三个笑话之后呢 你要提供一个自己的笑话 自己找到的三个笑话 就你设定的主题 你最印象最深刻的三个 或者最近听到三个 或者在网络上刚好查到三个 随便你设定那个主题 你就要提供三个 所以总共12个笑话 那因为呢 你们是同时间分头去收集 所以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 到底会有多少重复的 那个某种时候可以看到 如果你们不作弊的话 某种时候可以看到 现在笑话流行的趋势 有一年流行湖中女神 湖中女神出现的时候非常多 各种变化都有 湖中女神 连从iPhone掉到水里去的都有 非常多的变化 那刚开始说 哎呀这念过了嘛 这一看没有全部念完 发现哎呦还蛮好笑的 所以这个不是音乐只有主题与辩奏 这个笑话也有主题与辩奏 有一阵子小明是个风筝 这个笑话 变成一个重要的主题 那这笑话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因为有一半人不知道梗在哪里 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 这个呢就像我 在开幽默社会学的第一次 有时候我教幽默社会学 有时候我教笑话社会学 为了讲话方便懂吗 修辞学原因没有特别原因 不是说还有另外一门课没有啊 就有学问我说老师那你怎么选学生呢 我在开课之前都有非常疯狂的幻想 我说很简单啊 我就去医务室借一个点滴架啊 然后就拿来带到这个带到这个教室来啊 然后加签就这样看着点滴啊 如果他会笑就加签 知道为什么请举手 你知道是等一下 先不要讲答案 你为什么知道 是因为你听过还是你自己想到 就知道啊 为什么 因为笑点滴 因为笑点滴 这同学就可以得到加签 你看你们其他 其实我有的时候呢就觉得 这同学就不需要加签 那么聪明 学我的课糟蹋你 你干脆去图书馆号念书 在这边被我糟蹋 你们这些才需要被教啊 因为你不懂啊 所以我一向认为考不上台大的人 才需要来念台大 考上台大的人直升不说是呗 你们的聪明才智啊 别让教室玷污了你们 好 所以这是第一笑话一开始 因为通常呢 上课这几天是盛况 过几天就这样 咚 像股票一样就往下跌啊 慢慢你都怀疑我是不是走错教室啊 我都怀疑哎呦 学生跑哪去了啊 然后一直到期末考才会恢复圣状 所以基本上处于一个V字形 这是我从来都不知道为什么 的那个情况啊 都这样 可是网络上都会谣传我的课堂堂爆满 那都是只来前面几堂课的人 后面几堂课的人他都不来 他就不知道堂堂爆满之外 也有堂堂不爆满 好 所以为什么他们不造学生 造学生老师极度尴尬 懂吗 你这门课零零落落三两个人 那那门课应该叫什么 小猫两三只对不对 应该叫宠物 宠物照顾或什么课 所以这门课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 我突发奇想的作业 任何我规定的作业你认为无趣 你可以不做 那你要说服我这老师做也是太无趣了 他说那你讲有趣一点 我听听看 你可以取代吧 懂吗 我的作业不一定要书面 如果你能口头的 一样可以取代 那这门课的几个目的 一个最重要目的是训练你的创意 我真的很希望训练大学生的创意 因为创意是你这辈子 人家带不走你的东西 那我当然没办法在商学院 教什么创意课程或创意学程 我没那个本事 那我觉得你如果能够在笑话 在生活上多一点创意 替自己的生活增加一点调味料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会觉得 蛮好的人生态度 所以虽然不教你不是笑话训练班 但你至少可以养成欣赏笑话的能力 尤其古往今来的笑话 你大概都能知道 所以呢我虽然不点名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出席上课 出席上课对老师的自尊 是非常大的影响 你不要以为老师都不在乎 老师非常在乎的 很多老师背过身去就催心肝了 我教的那么好 为什么大家都不来呢 就忽然间那OS会出现的 你们都看不到的啦 好 那还有什么呢 有些规定呢 我虽然在这个讲义上会规定 但有时候我也会突发奇想 这是这门课的Boss World 我会经常出现突发奇想 然后我会更改我的规定 所以你不要去问同学说 他规定什么作业 有什么事情 我宁愿你来问我 但你最好不要太久来问我 有人很久会来问我自己都忘 我也不会重看录影单 所以这是这门课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因为我不知道还要介绍什么 所以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关课程内容的事情 不要相信网络上所讲的一切 有的是真的 有的是上学就是真的 这游戏不是真的 他也没骗你 只是我这游戏改变心意而已 我这种星座很容易改变心意的 这是老师最心爱的杯子之一 老师收集了六个 缺粉红的 黑的 还有那个 另外一个绿的 我绿的有一个 有那有胡子那支我有 好 这有没有问题有关课程内容 没有 我们就要进到这些最严肃的部分 作业要求 好 那这个作业要求有一些是因为 这几年教学的经验 跟这不跟课没有必然特别的关系 但跟我这个人有关系 我的课都有一些 不管我教什么都要做的作业 第一个是 今年新的 全新的我应该像网路上写个new 然后那灯还会跑这样new 就是你一定要写一个 我为什么修这门课 我常常不知道学生为什么修这门课 到了学期末拿到这个教学评鉴以后呢 就有学生很后悔修这门课 有人很意外修这门课 那你意外修这门课得到好处 那对你是好事对我也是好事 但是那种期待修这门课怎么样 然后修了我的课发现很后悔 对你是坏事对我也是坏事 我就想我们可不可以提早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我这门课也有人停修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门课需要被停修吗 好所以呢你为什么修这门课 要写短文一篇这样 文体不拘 你就告诉你为什么修这门课 你不要那种那种一句话那种 那种发短信的那样子的东西 一句话 因为我喜欢 这听起来像白痴 我真的觉得那听起来像白痴 你总要讲一点理由你是大学生了 懂吗 总要拉长一点懂吗 因为我喜欢呢 为什么喜欢呢 因为我的生活很乏味什么之类 要加两三句OK 可以吗 因为我失恋 因为我什么至少两句话 至少两句话 长就不拘了啦 所以呢让我知道你们期待什么 那有一些如果不是我期待的 不是你我做不到你们期待的 我可以先告诉你就不用修这门课 如果我做得到我就改进的方向 我最讨厌去看什么其中评鉴什么之类 那我要修什么都已经其中了 所以我希望你们真真诚诚的 愿意修这门课 你就告诉我为什么你要修这门课 我可以得到一点乐趣 而且万一同学来的很少 我笑话已经讲完了 我就可以开始念这个 那你知道其他同学为什么修这门课 因为很重要啊 很多同学来上课是以老师为中心啊 老师讲什么你知道 同学想什么你不知道 我一直认为修一门课重要的成功 就在于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这样这门课是最成功的 但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念 我不知道啊 我这上课也不会像正义一样 然后这样让你这样发文 让你发文 我们这不是哈佛啊 我的学生也不会有人那么大胆啊 你知道吗 那很不容易的事情啊 那很不容易的事情 有人说老师你为什么拍成像正义一样 很简单老师没有正义啊 第二个作业叫笑话采集 就是刚刚跟你讲的那个啊 同学访问三个身边亲友会whatever啊 我刚好坐你旁边的人 这你可以自己选 请教他们最喜欢的三个笑话 我说过最喜欢我最近听过不一定喜欢啊 反正你就三个或者就三个 我也不管他是哪三个 讲得出三个来就行啊 略微分析这个讲的人的社会身份 跟他喜欢笑话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啊 是不是年纪大的人欣赏的笑话 跟年轻就不太一样啊 要分析啊不能列十二个笑话了事 过去的课太多人就列十二个 然后就了事了 就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啊 竟然没有人附送一个啊 没有说买十二件送一件啊 都叫他十二个他就十二个 你学生就就怎么那么死板呢 叫你十二个你当然不能十一个以下 对不对但十二个以上是OK的 懂吗做生意要懂的 这个你去买面包也叫baker's dozen 一般面包一打是十二个 baker's dozen呢是十三个 送你一个 这表示大方懂吗 表示我们这面包没有参加人工香精 对不对这很重要 或者送你的那个是有 你可以对照一下 你咬一口那个人工香精就这样 懂吗要开面包店就得这样开 然后说你看这是隔壁的不是我们的 我们这上课最麻烦就不能讲出产品这样啊 所以我都没办法代言 我都好想向那赛车选手这边贴一块 这边贴一块这边贴一块 这边贴一块这边贴一块 然后上完课我就不知道可以有多少代言费这样啊 好可惜我跟他们建议过 我真的跟他们建议过 我跟那个教育发生 我说你就就贴一块嘛 就让我们这边贴一个贴一个贴一个对不对 赛车选手都有我们怕什么呢 我甚至头也可以剃成他们需要的样子啊 卖生发水也可以啊对不对 我这种年龄很需要啦 好第三个作业是所谓的比较正经的作业 其他不正经的作业真的不是不正经 那是课程有趣的作业 我常常觉得大学的作业呢 都太过死板无趣 让大学生呢就木矮沉沉 就死气沉沉 那读书心得啊 请你选定授科大纲或者进度里面所列的两本书 这两本书呢我要看人数 到时候人数少了就一本书就好了 人数多了就看心情啊 因为改你两本书也很辛苦啊 所以这两本呢目前是这样 到时候可能会修正啊 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啊 然后希望你写出该书的精华跟心得 很多同学从小写读书心得都乱写 然后都不是老师好像都没教你啊 我希望你呢 第一个要这本书的简单的摘要啊 那有些同学呢就厉害到说 我老师简单摘要不会写啊 那你不会写怎么办 就抄伯克莱网站 伯克莱每本书都有摘要啊 那有人就猜了啊 有一年我没发现这个直到有一年 有一个同学太过诚实了 他的读书心读书心得先写摘要 然后夸号摘自伯克莱网站 我才木人发现啊 我真的是很容易受骗的啊 然后发现哎他写得很好啊 对伯克莱网站那人写得很好啊 所以希望你不要这样做啊 我的作业呢我都希望达到一个目的 就万一真的这作业逼你 逼你去作弊 我宁愿你不要做这作业 老师不应该逼学生犯法 所以我设计出来我想的作业 我都认为是有趣的 你认为无趣你跟我讲啊 你能说服我你可以不要做 有分数你可以不要做 你能说服我 因为我现在想的很多作业 都是别的课不会出现的作业 这是我非常自豪的地方 读书心得是别的课会出现的作业 但我告诉你我希望你这样写 你们现在都是走极简路线 很多人半写了一个半页 都能够交成写生读书心得 我都佩服你倒不行 我佩服你的配生的配 那个配懂吗 这可能读的书只有那一点心得吗 你的心是那么小吗 那个书都不能触动你吗 那去读那本书干什么呢 那生命不就浪费在里面吗 读一本书就不能让人写出两三页以上的心得 很想说一些话 共鸣或是反对 或是怎么样 那本书你等于白读 那很多人白读说 那我白读了也读啦 那你就把它痛嘛 一顿呗 你也可以这样做啊 你觉得不爽的地方在哪里 它到底哪里不好 你也可以写成两页啊 不要一物后人啊 如果你可以你可以这样写啊 我也赞成你这样写啊 如果你真的有那么强烈的 这种这种读了书以后的痛苦 还有人读书读不懂 上学期就有一个同学 写得非常认真 尤其有些翻译书 读不懂 凭你这个 考上这个学校的国文程度 你读不懂 那是你的问题 还是那本书的问题啊 很多人都会读什么 什么语嘲讽那本书 等一下会讲到 我不太记得那书名 那那本书确实有地方 你真的不太懂 有的读不太懂是因为 你没有那个背景知识 有的读不太懂是因为 他翻得太糟糕 那个学生说 堂堂国立编译馆赞助 竟然前几章都是那种 读不懂的东西这样 其他的同学上课上到现在 多少同学都读过那本书 没有一个人发出这种开态 那到底是这个人的问题 这个人是勇敢说出来 国王没有穿新衣服 还是这个人是神经病 其他人都是懦夫 根本读不懂也不敢说 所以一篇读书心得所展现的 不是你读了书没有 还包括你这个人的个性 读书心得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个性 很多人是没有个性的人 所以写书一篇我永远不会记得 你也不记得读书心得 所以读书心得应该有个简单的摘要 那摘要很多人就写成笔记式的 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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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看到这我就觉得大概是学数学 读书心得最好散文式的 散文式的不要讲1 1.1 然后你有心得有读书 你当然就有心得 有心得有几种简单的诀窍 第一最好找那个你可以引起共鸣的 第二你可以取生活上的实力 就有共鸣的地方 哎呀这个事情真的有 我听过一下就这样 这个就相互参照 或者你可以讲出一个实力 是跟这个他的理论是相反的 好那这个就要你 第三你可以从别的课上学到的一些东西 来跟这个来对应来看 看看能够发挥什么东西 所以大概有这几点 所以你这样就有心得 不然的话你看一本书 不会有什么心得的 所以你从小写书 写心得写到大 还有读书心得 不可能在两小时看完一本书写完的了 所以很多人呢 到了后来要交作业了才想起来 你们现在对自己的大学生活都没规划 你们怎么可能有生涯规划 你的现在生涯都没规划 不可能会未来规划 你要修多少课 跟你的能力能够应付多少的 花多少时间来修这门课 你都没有规划啊 然后到时候就 然后就把这学期混过去了 那这是你大学该学到的东西吗 你好好想一下 第四个是集体作业 集体作业呢 过去几年的做法都是让 你去找其他三个人 所以总共四个人 当然可以加一减一 所以三到五人 不要太多 三到五人呢 你们去筹划一个笑话比赛 然后把你们的笑话冠军 拿来这门课来PK 然后变成第四届台大笑话比赛 的总冠军 没有任何礼物 没有任何礼物 所以愿意来的人纯粹是为了乐趣 有礼物的可能为了奖金 对不对 可能跟我有勾结 所以这是你们要先在办区域赛 懂吗 你要先找几个人 你要把这整个过程写出来 办区域赛 然后这些人各讲了什么笑话 最后你们是依照什么方式评分的 然后呢最后那个人怎么样胜出的 然后那个人最后要到这个课堂上来 不能来的话也可以录影 过去有过这样子 然后就来参加最后的总决赛 那会是在本课程的最后 考试前的一个礼拜 这是集体作业 那如果你对于办笑话比赛没有兴趣 你可以提出你的方案 然后让我来想 因为我到现在不是想不出 什么好的集体作业 我不喜欢集体作业做的是那种 什么研究什么中国历代笑话 什么什么的 哎呀别闹了你都抄东西何必呢 我不希望你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不希望你做那些不能创新的事情 我不希望你食人牙会 我希望你修这门课快快乐乐的 能够发挥你的想象力这样 你讲冷笑话孙老师会比你更冷 孙老师的笑话是一个卡尔文笑话 卡尔文是很冷还是不冷 不是绝对值多少吗 有没有念理工的啊 一个卡尔文 卡尔文不是一个温度的那个吗 没有人知道 等大陆学生写信给我 看不起台大学生啊 连这都听不懂啊 还是我讲错了 没错 有卡尔文 有卡尔文没错嘛 对不对 你们真的没有人知道 还是因为太害羞了 太害羞的人举手 这句话就乱讲了 太害羞怎么敢举手呢 对不对 好吧 有啊我只要确认我有就好 你们没有 第五 是我的每堂课都要做的作业 认识同学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我们这代人都觉得你们这代人有问题 明明有那么多人可以认识 你们就愿意坐在电脑前面 就不愿意坐在认识旁边的人 这是我们这代人长辈的一个忧心 所以我就把我的忧心划成行动 那怎么让你们上个讲话呢 那叫你去跟他讲话呢 你们怎么可能 连一个卡尔文你都不愿意说了 对不对 所以逼你做作业 所以你要跟全班其他的人讲话 然后记下 你可以设定三个主题 然后记下他的讲的内容 所以理论上 如果这班有四十个人 你就要跟其他三十九个人讲话 所以修完这门课 你不仅听到笑话 你还跟三十九个人讲过三个话 跟你知道他的三件事情 不准问名字 不准问电话号码 那这实态 你叫什么名字 我们电话留一下这样 那你的电子邮政信箱号码 那不就三个问题了吗 不准问这种问题 懂吗 问一点实质的问题 不准集体问问题 我们抽一堆来 我们一起回答这样 这都发生过 这都聪明办法 坦白说 但是我的目的 这个作业的目的 不是要训练你的聪明能力 不是 是训练你的沟通能力 跟你讲讲话 OK 我们那代人有这样的话 说百年 十年修的同船渡 你们现在不做渡船 你不知道 换现在话讲 可能是这样 十年修的共搭捷运 大概这个意思 以前人要做渡船 百年修的共枕棉 所以你前辈子修行修百年 你才会跟这个人结为夫妻 那你现在在学校 你至少17个礼拜 18个礼拜 假定都不敲课 你才 你都在这教室里 你跟他在教室里 难道都跟他 视若无睹吗 我今天前两个小时才学到 有人跟我说 你知不知道李开复跟欧巴马 在哥伦比亚是同学 我说我不知道 他们是同学 他说是 而且呢最妙的是 李开复不记得有欧巴马这个同学 然后很多同学也不记得欧巴马这个同学 所以同学你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很多人叫欧巴马 我自己在想 这有什么结论呢 第一个他不来上课嘛 但你现在讲 美国中文不来上课不太好嘛 对不对 那就很多人叫欧巴马嘛 那不就这样了嘛 那他长那样他来上课 然后最后当 譬如说那个欧巴马可能是个白人 然后现在当选是黑人 你说老欧啊 你真的晒得蛮黑的嘛 那不是怎么解释呢 这也就是希望将来你们这个教室里面 不管谁当了总统 你可以很骄傲的跟别人说 我问过他三个问题 懂吗 就是为你们将来的那一天 记得历史上光辉的那天 他的光辉照耀着你的光辉 你就像一个月亮 完全反射太阳的那个 然后你也像那个月亮 有一个阴暗面 永远人家看不到 懂不 这作业的目的 所以这作业是这几年来我的学生全部要写的 这作业还有另外一个小目的 就是我可以借此认识你们 强迫记忆 一个人我可以认识39遍 或40遍应该40遍 对 包括你怎么写别人 跟别人怎么写你 知道我们社会学来讲 自我是靠着跟别人互动所产生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作业 我自己得得意到我觉得我该得诺贝尔奖 所以有机会就到中南部的诺贝尔书城走一下 说奖杯在哪呢 诺贝尔奖 好这是第五个作业咯 然后第六个就是老师规定下周要交的作业 就是第一个作业跟第二个作业 下周要交 如果你要修的话 你要拿到授权码的这个门票门槛 就是有这两个作业 然后第七有期末考 本人是最反对考试的 我反对考试到什么地步呢 不要误会喔 我考试都考得很好 我只要考试最差的就是考驾照 考三次才过 其他考试我都易如反掌 所以我很不喜欢考试 没有挑战性 真的 你可能觉得考试很讨厌 我觉得考试完全不讨厌 没有挑战性 真的没有挑战性 人应该做有挑战性的事情 所以期末考呢我原来是不做的 后来发现 我可不可以挑战自己 弄一个有趣的期末考 那这期末考呢 在别的那个开放式课程 我的课上你可以参考一下 是那样的形式 什么形式呢 第一个 让你尝一尝 考人家跟被人家考 然后送人家礼物 跟接受人家礼物的这种 又悲又喜又欢又合的这种 越有殷勤缘缺 人有悲欢离合 然后你要让你了解 老师就坐在旁边看笑话 最大的目的呢 是如果你录影录下来 那天就要录影了 你就要签名了 你要签名录影 当然只要一个人不同意 我们就不录影 如果你录影录下来 你在八十大寿的时候 你想想看 爷爷奶奶 我找到一个在YouTube上 找到好珍贵的影片 谁呀 爷爷那就是你呀 奶奶那是你啊 那哪是我呢 真是我 这很难得的 不然你们要自拍 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场合 当然这个如果你没好好准备 那是非常糗的事情 上学期我才深刻的体会到一个 很惨痛的事实 就是有同学完全没听过 梁山伯住英台的故事 而且还乱掰 被考到的时候我都觉得 这题根本放水嘛 是人都知道啊 结果他竟然不知道 掰到 我就觉得同学你是外国来的嘛 交换生都知道啊 就他硬啊 所以那个人好像也有被录影录影 所以各位同学去看一下 那因为那个 后来他们有一些技术上的处理 原来我都要点名 那他会把那声音消掉 所以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看得出你的影像 那以后再说啦 这反正还有一段时间 第八检查讲义 因为讲义呢 是我精心制作的 你全世界找也找不着的 你可以找到一部分 你不能找到全部的 对很多人来讲 这是很重要的资源 我希望如果你想修这门课 这也是很重要的资源 因为没有课本 没有课本可以用 所以这是你大概 你最可以依赖的东西 不是很完美的东西 所以叫讲义 OK 所以很多措置呢 可能还是措置 但是这是让你如果想学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参考的根据 这样 所以这是第八个作业 好 接下来 来 请看到这个第三页 然后我的作业的计分方式 跟其他老师完全不一样 其他老师採累进制 分开累进 这第一期末考占40% 其中考4% 其末考占60% 然后很多老师就很兴奋的 找那助理去算这个 然后到时成绩太差 就开根号乘以多好 可以10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这样 我的数学非常差 我那还问人家 为什么要开根号乘以10 结果有一个人就给我解释 我就恍然到 他100分还是100分 然后什么60分就可以变成几分 什么人变成几分 我觉得真的是 有人花头脑做这种 没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在我的所有作业 都是pass or fail 然后你一个作业不做 你就fail 就这么简单 我这种简单头脑的人 就是简单的事情 你所有的作业都过了 你就这些就过了 就a a加太自得意买 这是我不鼓励的事情 所以你的作业 譬如说一个小作业 小话作业交了没 交了就过 我只打勾 我也不写p跟f 我就打勾 就过了 所以期末考的时候 我会有一张给你看 那你的课呢 全部都打勾 作业都打勾 你就是标标准准a 所以你少一门不过 我可能到期末会发 大发慈悲心 你可能会过 也可能不发慈悲心 你就不过 所以我特别跟你讲 你不要以为说 我就搭配一下 他的期中考不重要 期末考重要 我就来考期末考 我不是那种老师 你每个作业 你要修正面课都要做 因为每个作业都很有趣嘛 你做完以后一定有所得嘛 你还可以交朋友嘛 我们社会系就希望你跟人接触嘛 你的狗要是会讲笑话 我也欢迎啊 那他可以来参加笑话大赛 有的狗长得就很好笑 真的超级好笑这样 尤其那种牙歪的狗 特别好笑 我觉得人有时候 有那种残忍的特性 有的人长得也很好笑 一上台不讲话就笑了 好 对 就这样 所以这点跟很多课程要求不一样 我当初提出来之后 有同事还说 这样子不公平 哎呦 什么叫公平啊 有趣比公平重要呗 为了公平 很多事情变得很无趣 所以这个课我能自己控制 所以我强调不是公平 我强调是有趣 我强调是你做的 我强调是你不要怕你的创意被处罚 我是你的老师 我是来教育你的 我不是来处罚你 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 我是来教育你的 我不是来处罚你的 如果你不能相信我 你就不要修这门课 OK 私生关系不能够先建立一个信赖关系 只是建立顾客关系 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的 记住这一点 好然后呢 作业发现是抄袭的 绝对不及格论 我已经告诉你 你真的写不出来 你就不要抄 你就来告诉我 老师我写不出来 你告诉我原因 老师我失恋了 那我就让你晚一点交 你就交一个失恋的报告吧 这也是一个折衷的方法嘛 对不对 让你不交作业 这是不太好的事 所以不能抄袭 不要抄袭 我不要制造 让你抄袭的那种动机 我不要 我觉得很不幸 很多制度逼你犯法 下礼拜要交作业 那作业你也没好好念 就毕竟做 然后你到时候怎么做出来 当然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怎么办 有网路啊 有谷歌大神啊 那神就来解救你这样 信谷歌得永生 好这是这个 然后集体作业 如果有人打混摸鱼 就以不及格论这样 我不希望你修这门课 还需要打混摸鱼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时间做作业 就不要修这门课 旁听不是很快乐吗 你快乐我快乐 好那那个其他就是 以新的规定为主 这是作业 我顺便要打一个事情 往回讲一下 我为什么会开这门课的一个 历史因素 有些人可能在 我一直找不到那样的人 有一年 我就不太记得哪一年了 皇冠图书 皇冠出版社 要出一套书 是德国人做的 德国人呢 想出一个办法 让大学教授 给小朋友讲课 然后讲课呢 不是以大学教授 要讲的内容为主 以小朋友提出的问题 让大学教授 来给他们上课 那他们当时翻译了两本 好像叫儿童大学 这样的书 然后呢 其中呢 他们就希望在台湾复制一下 那姻缘际会 不知道为什么找到我 要讲一个题目 在半年前就先跟我讲 叫做人 为什么听笑话会笑 然后我就 我特别喜欢这种奇怪的挑战 我说好啊 我来讲 就在台大市庭小剧场 市庭小剧场 那那天还有别的教授讲 那那天我为了 我很少跟小朋友来往 我不知道小朋友是什么状况 就像我不知道外星人 是什么状况一样 五十一区从来没去过 所以呢我大概就在五点多的时候 就来看了一下 看看到底是什么 一个闹的状态 结果呢 刚好他们在休息 那有一个小朋友就说 我要回家 他爸说 你还没听到晚上那一场呢 这样 然后我就很臭屁的 对啊 晚上讲得不错呢 懂吗 这叫自我推销 结果那个小朋友说 就看着我说 你是晚上要讲课的人吗 他说 那你要讲得好笑一点喔 这要求太高了吧 他说 我已经睡了一下午了 所以后来我上台去 我就很多的笑话 都不是用讲的 我就好像找到了同一个 那个臭屁小孩 我就抱负他一下 我们这种人同心未敏啊 我说我刚刚你不是叫我讲好笑点 你上来 好快的就上来 我说你先站在这 我在后面扮鬼脸 全部人都笑 然后他就不知道我在扮鬼脸 他就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笑 我就装作没事 那我就 然后他就更笑 你知道吗 然后我说你等一下 你不要动 我又装鬼脸 然后全部人又笑 然后他回头看 很聪明的小孩 我就 我说你看吧 人没讲笑话也会笑啊 人没讲笑话也会笑啊 我说那你现在开始讲一个笑话 他就 好臭皮的讲那个笑话 没有人笑 我说你看啊 讲笑话也不会笑啊 那小孩被我逗的你知道 然后那天我好像 戴了我的巫师帽的 那个 那个 迪士尼的米奇那个帽子 戴了一个棒子 那时候哈利波特的生气 结果就跟同 最后我的结论很简单 我还找了一堆小朋友上来 我的结论就是说 这题目是错的 人为什么听笑话会笑 这题目是错的 各位小朋友 不要被人家给你的题目给框住 我那天演讲 就讲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我觉得 我可以把这个当成大学的教材 小朋友我都可以教 大一生算什么呢 记住 不要被人家给你的题目限制 框住 千万不要 我很多作业都是有陷阱的 先告诉你们好了 反正你们可能修不到那门课 我开一门课叫孔子 社会学的研究 我叫他们去孔庙 参访孔庙 做三个作业 第一个跟孔子像合照 第二个抄一副对联回来 第三个 在罗豫里面被孔子骂到臭头的人 其中一个叫翟宇 翟宇的英文名字大家都知道 叫Kill Me 非常好的英文名字 Kill Me 翟宇到底被孔子骂成这样 他到底在孔庙里面是在哪个位置 离孔老师多远多近 这是三个作业 后来孔庙的那个导览员 就制定了标准答案 因为每个人都去问他们 每个人都不是好好上 然后有一次我去孔庙 那个导览员就说 老师就是你对不对 我讲完了 臭家早上来了 所以他送了一个 什么吸管弄的一条龙 我到现在还摆在我的鼻筒里 这样 他说要感谢你 我们这边才会那么多的人来问 孔庙非常少人愿意去玩 很好玩的 那主要参考书目 请看第四页 因为研究用没有很多角度 尤其文学是一个很大的传统 有人从逻辑上 或者心理学方面 那我们没有社会学现成的书 所以呢 你能看还是可以看 然后对照我们上课说的东西 可以来这个自行的研读吧 学贵自得 学问是你的老师抢不走 老师学问你也抢不走 你只能学到 你学到以后 大家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绝 但是呢你要是不好学 学的什么事情都一定要 从老师这儿来 你就是最差的学习 老师教你的应该是钓鱼的方法 老师不是帮你钓鱼 这个你应该在别的地方也听过类似的东西 那幽默这种书 因为台湾的出版社对这个问题的兴趣 都是处于在通俗界兴趣大一点 学术界兴趣不大 那通俗书 有些通俗书呢 不太符合我们教学的用处 可以当成材料来看 那大陆有些书呢 会比较有学术的用意 他出版 大家有些书很旧很旧很旧 然后他都不说明他的书很旧很旧很旧 那我就一一跟你稍微说一下 因为很旧呢 他就不能提到新的理论 会让你误以为 这就只有这两三个理论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学任何东西 一不要被课本所误或所骗 二不要被老师所误或所骗 当然最重要不要被自己的一些虚荣心 骄傲心或什么心所误所骗 别人骗你还情有可原 自己骗自己是最可怕 而自己骗自己还不知道自己骗自己 可怕上加可怕 叫做非常可怕 十分恐怖 根据司马中原的说法 以前讲的都会笑 我是不适合开这门课的 我一定要好好地想一下 也许我该放弃开这门课 好 还有humor的字 因为从英文来拼 跟从美国美语来拼 是不太一样 在我年轻时到 没有叫做美语这种概念 英语就是英语 没有美语 那现在有美语 可见美国势力的强大 那书的问题 我在第二段有讲 你看一下好了 我就不念 那一般的导论型的书 像那个Jerry Palmer 1994年 Taking Humor Seriously 这些书都有 你如果英文够好 你当然就看得懂 你英文不够好 你就别混 这些书呢 都有一些帮助 但是呢 你如果看我上课的话 到学期最后 如果你很认真的看 我教的东西 都比这笔里面 任何一本书 教的东西要丰富的多多 因为这些东西 这些书通常 不会讲到中国的情况 或者中国历史上的情况 也不会讲到台湾的情况 我通常讲中国的时候 根据我以前的训练 中国是包括台湾的 不是政治上 是文化上的意义 所以我是这样讲的 有时候省一点话 那那个97年 这个 Redeeming Laughter Peter Berger在以前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 他有一本非常著名的 畅销到爆的 一本书 英文叫Invitation to Sociology 那这本书在早期中文 台湾那边翻译社会学导译 在大陆翻译社会学的邀请 所以有时候大陆翻译 非常直白 直白到你觉得 好像跟日文一样 日文很多发音念出来 你觉得 你在念英文吗 还是你在念日文 那这个 A Redeeming Laughter 就是他写 他写的 就没有以前那本书写得好 那 他有一些想法 特别是讲人类经验里面 特别提醒你这个 笑的这个部分 或者喜的这个部分 那这comic有喜剧的意思 没有 不一定 我们通常就翻译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有一些 词语上差异这样 那Simon Critchley 这个书有 On Humor 是2002年的书 这个书有中国大陆的翻译本 这是一本很小的书 作为一个导读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导读呢 通常是因为你没有老师 你需要这种书 你有老师 你看这种书 就可以证明 老师努力还是不努力 这些书都是 你判断老师努力不努力 最好的试经师 另外Robert 这个应该是Hobel Escalpite 这是法国人 他的那个Humor 这本书 Lumour 有大陆译本 没有台湾译本 这本书也非常小 它是好像法国大学 法国巴黎大学的出版社的一个 我知道什么的这个重书 就是也很短很短 大概一个你去下午茶喝一杯咖啡 认认真看 就可以把这本书看完 但是呢 这个翻译翻得有地方怪怪的 虽然很小的书 你看完以后 有的时候得不到什么太深刻的印象 这是有的时候看小书快 但是就像你吃某种素食产品 因为不能提名字 我差一点把名字说出来 那吃某种素食 你当然吃素食马上可以饱啊 但是那营养成分 大概不是你完全需要的东西 老师以前这个在美国念书 超级喜欢吃美式食物 吃到有一年就不能再吃 就几乎可以写插胖报告 这样讲可以吗 好 Michael Bilix这本书 Laughter and Radicule Toward a Social Critique of Humor 那这本书看起来像是一个课本式的书 但它是一个批判性的书 这本书就是我讲的中文翻译本 在前面几张 尤其讲理论的部分 不太容易懂 有同学有这样的表示 所以如果你那几张也不太容易懂 不要太难过 你可以考虑把英文拿来看一下 有时候英文没有你想象的困难 很多人是自己下自己 一看到英文 就完全六神无主 就是要自己下自己 你要像孟子说的 睡大人的秒之 看到英文你就看不起他 不就这个东西吗 这样看可能就看懂了 这当然是个开玩笑 不要把这个当成真的太好 做学问还是要认认真真 一视同仁 接下来Victor Raskin的这本书 Primal Human Research 那这个是一个 算是像百科全书式的书 各方面都有完整介绍 但是英文 比较适合我们老师看 或者研究生看 大学生你的英文程度 要是那种美国来的交换生的程度 大概比较容易 那图书馆通常只有一本 所以你借去了别人就看不着了 另外这Edmond Burglar这本书 最近大陆才翻译笑语幽默感 这个人大陆人很奇怪 他叫马门俊杰 我不太知道有人姓马门还是姓马 叫门俊杰 这我不知道 如果大陆交换生知道的话 可以请告诉我 如果有看电视的人知道 也请来信OK 你看这就叫互动式教学法 好那这个Burglar这本书 其实非常老啊 比老师还大一岁 这本书 所以这个你看 那么这个书过了 这个几乎半个世纪才翻译 所以里面有一些历史的东西 但是最新的东西没有 但是有东西就很丰富 所以看书有时候 就像跟交朋友一样 你要教他的专场 你大概在念这个 史记梦昌军列传的时候 都会告诉你 他教的机名狗道之徒 那这些人呢 平常吃你的 当你真急要需要他的时候 他就会发挥他的作用 有些朋友就这样 可是我们中国人讲交友呢 说有直有量有多文 没说有好利用 没有 苏格拉 雅里斯多德就说 这忽然间转不过来 那几个人都好像 雅里斯多德就说交朋友 有三种朋友 一种是实用的 就是那朋友 对你有好处的 虽然我们在很多场合 其实我们交朋友 都是以实用取向居多 尤其某个学院 这样讲又要讽刺到某个学院 某个学院就是以这个 来扩展人脉为学习的重要目标 那这不就是讲 强调朋友的实用性吗 但这个大家都不会讲出来 你不会摆着说 来我们学院 让你交到一生中 改变你的命运的朋友 有学院敢这么说吗 没人说那么大声 也不会磕在这个入口处 但是很多人想法是那样 其实你上大学 从我们这种过来人来看 如果不讲实用 不那么讲 你大学能够交到的朋友 有些是你这一生的朋友 这一生 因为你这时候比较稳定啦 你学的时候大学四年啊 你的这个青春的记忆啊 有人会在这时候找到终身伴侣啊 有人会找到终身的朋友 所以大学是个非常宝贵的机会 我一直希望我这门课 叫你做这个认识同学的作业 有一天如果百年了 你在我的坟墓前 或者我也没坟墓 那你就想着说 孙老师 我终于知道你当初叫我们写 认识同学作业是为了什么了 我终于得到你的好处了 然后你就朝天上一笑 然后就会掉下一颗泪珠来 你就知道孙老师被你感动了 好 所以呢看书千万要记住啊 要注意那个时间啊 不要看到一本老书自己都还不知道 那接下来这个谭大荣这本书叫 《笑话幽默与逻辑》 已经出了第六版 这个偶尔你的大陆书通常在台大附近的一个 卖大陆书书店大概都会看到 如果你有兴趣你平常可以收集 网路上也有那个你们只要习惯看电子版 老师不能够提倡这个 但是网路上有人有那种扫描版 我希望你的眼睛能够到我这年纪的时候 不会比我差 不过照你们这种生活方式 我看你们这些人大概到了几岁以后 要不变盲人要不然就装电子眼 这当然没办法的事情 好请翻到第六页 我们稍微讲一下授课进度 那几本书是你可以参考的 并没有说你一定要看哪一本 因为我既然没有课本 那这个都是根据你方便 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看 那我们9月9号就今天了 那就现在发生的事情 那我就不多说了 9月16号 我写这个的写那么详细的目的是 希望如果你没有机会来上这门课 你也知道我想做什么 但你来上这门课我会讲的更多一点 所以这是我讲义会写的那么详细的 明天我硕士班的课 光第一堂课我就50页说明了讲义 50页 有人一学期的作业也不过就这么多 那都我自己打字的 我没有引运任何一篇文章 凑数 我觉得那都不是老师该做的事 你看又骂到很多人 对不对 好9月16号就下礼拜 我们没有一周碰到放假 听说这个学期的黄金日是周四 我真后悔 我应该先看 那我因为已经习惯了一跟二 那这样我三四五就是到礼拜六礼拜天 我就是周休五日之人 懂吗 同学 贼哈 我就可以完整的写书啊 或干什么事情啊 我也不是一个荒废的人 我也不是上打电动的人啊 但是我看一些连续剧 所以这个 老师要身后要调剂一下 好 我是真的是看连续剧最多的老师 在我认识的里面 没有人比我看的还多 好 那接下来啊 那个幽默社会学基本问题 我们会有一堂课讲这个 把几个重要的概念 稍微说明一下 但是我没有特别刻意区分 譬如说幽默笑话什么的 有人会区分 我没有刻意区分 请各位注意一下这个 我稍微出来 那你如果有兴趣 接下来有一些文章 我的作业 指定作业里面 英文中文 繁体字 简体字 都有 是因为这第一个 这些东西都是我念过的 基本上都我念过的 或是我知道的 还没念的 那因为学生里面 有人有交换生 交换生 有人从美国来 英文很好 你叫他指定看中文 他会有困扰 所以我就这样做 所以我的这个书单 不是为了某一个 或某一类型的学生设计的 我的书单 其实是为我自己个人而做的 那如果你要修我的课 你有跟我一样的 语言上面的常才 你就可以学到更多 学问是自得的 不要忘掉 你少念一篇 我也不会知道的 但你没得到 那是你的问题 你的损失 所以这里前面 我通常列英文的 后面会列有翻译的 所以这个第一部分呢 有些在刚刚前面介绍 主要参考书目的时候 已经出现过了 这样就到了第七页 第七页的第三行 有一本书 闫广林和徐同的这本书 2010年的 幽默理论关键词研究 这大概比较从文学批评的立场 或外文系的立场来研究这个 那如果你对于这种抽象的概念 比较有兴趣 那这本书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因为这本书 有地方看起来也像是翻译的 你如果是外文系的话 这本书对你大概易如反掌 我都没办法去了解 什么叫做什么转语 辟语 反语什么之类的 我听到我都快反胃了这样 我真高兴我不念那个戏 但是有些戏对这个东西很强调 那我不念那个 所以同学这就是我的弱点 你不能到我的课上 专门来学我的弱点 你跟每个老师学 都要学他的强项 这样你自己才有最大的收获 所以大概就这样 那那个最后一本书 Oxford Dictionary of Humorous Quotations 中文比较少这样的书 英文常常有这样的书 就是很多人喜欢 真以名人的名 讲过很有名的话 那你要查他的出处呢 有时候这个字典 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想我大概死掉以后 我也会在我的朋友圈里面留下一些 我现在已经留下一些 很有名的话这样 有些有名到我自己都忘掉了 好好笑啊 谁说的这样 他就觉得你好假这样 那怎么办呢 有时候人老了是假呢 还是遗忘 还是痴呆 你自己判断嘛 我真的搞得清楚 我就太假了 有时候是搞不清楚的 那接下来这几周没有分这个 每一周讲什么 是因为那个进度可能会调整 那都是讲历史上的幽默事件跟理论 你跳到下面 第七页下面 我们会 我们好像应该是先从孔子的笑 跟幽默开始 一般人想到孔子想到非常的严肃 想到他的学问高深莫测 其实孔子讲的都是日常生活的事情 孔子是全世界哲学家里面 他少数不高深莫测 我后来就是研究苏格拉底 研究佛陀 研究耶稣 研究穆罕默德 这五大宗教跟文明的创始人 我开了一门课叫圣哲社会学 那门课开过两次 我以后的着力点就是这门课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要开发的课 各位不知道在毕业前学得到学不到 叫做诈骗社会学 我连这个这礼拜初还看到一本书 英文叫Born Liars 他的中文名字翻得非常直白 说不说谎我们活不下去 这太悲哀了吧还是怎么样 很有趣的书我看了一半 所以我竟然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书 跟诈骗有关 日常生活里面你谈恋爱有诈骗 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你爸妈 诈骗当然有时候你讲的反而就是骗你 隐瞒你 你爸妈在家里有时候你会隐瞒你爸妈 你爸妈会隐瞒你 互相的隐瞒或诈骗 诈骗当然严重一点 你去上课上学老师会诈骗你 不要以为老师教你都真的 有的时候老师也不知道他教你的不是真的 那这个学校在职场里面有专门以诈骗为业的 我们叫诈骗集团 那有些公司呢掺着了什么假的东西 他不告诉你诈骗事件 他不一定是个集团 这我们最近看了非常的多 那像这个 宗教有诈骗有正性有诈骗 你怎么去区分 政治基本上诈骗居多 因为政治人物的证件 你如果拿来对照他的证件 没有几个政治人物兑现过他的证件 虽然有些政治人物好像很努力 但是人民就努力的遗忘 所以这有时候也很难说 有时候是人民感受的问题 他觉得他做到了 人民感受不到 那所以他诈骗有历史因素 我会想要开这门诈骗社会学 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教爱情社会学里面有诈骗这个以外 我有一天偶然的逛大陆的书店 卖大陆书的书店 发现有一本书叫《骗经》 诈骗的骗 四十五经的经 明朝人写的 那时候我就买了回去看了一下 哇哦所有的骗数在里面 明朝末年都已经发现怎么骗 这个骗呢都有非常多的社会学的因素 包括你必须相信什么 人家才能骗你什么 然后骗呢通常是一个人际合作的行为 有骗的人跟被骗的人 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也是非常切身的一个现象 好那回到这里来 所以孔子的笑语幽默 那我还做过一两次演讲 接下来当然从比较早的 我只能找到的资料 就是司马迁的《古迹列传》 那司马迁的有白话翻译的 有没有翻译只有注解的 也有白文的 你就自己找来看一下 那第二是梁朝的刘邪 所写的《文心雕龙》 我们特别要注意他的邪影片 邪跟隐在古代有的时候是放在一块 那这个隐这个部分 我最近看《荀子》 《荀子》有个地方也讲这个隐语 猜谜啊 我们现在的猜谜 那我们比较注重前面的邪 这是刘邪的部分 那刘依庆的事说心语 说心语有很多小故事 你大概在小朋友的时候 念一些聪明小朋友的故事 都出现了 比如说孔容让梨 对不对 要叫你说 哎呀你是人家的弟弟 你是人家晚辈 你要对长辈尊敬一点 就把那梨子让给他 那幽默就会出现很多奇怪的版本 其中有包括那梨子其实是烂的 所以让他先吃吧 像这样的事情 那也有人说那是霸凌 你敢不给你哥吃吗 他你哥耶 你不给他 你不让他 你看你今天就好受了 所以孔容不得不让离 这是霸凌版 所以很多版 哦 既然有很多版 那你们下礼拜 就再交一个小作业吧 蒙娜丽莎为什么微笑 一个搞笑版 你可以自己去想最荒谬的答案 我跟你讲你的荒谬 我绝对都看过 另外一个如果你有时间 我借你去搞一个正式版 蒙娜丽莎为什么微笑 不要上网去查 因为有的学生 我的很多学生历来很多学生 都做过这个作业 我希望你是真心想过 然后不要去查别人做过的作业 OK 花一点时间 有人只写了三行 我觉得非常可惜 这时候训练你的想像力 跟你想像力以外 能够查到事情真相的能力 有多强 好 试说心语 那接下来有一本书 中国大陆翻成搞笑 幽默文化史 这本书离我们大部分人的历史的 基本知识都比较遥远 所以你看这本书的收获 不会太大 不会太大 但是你可以试试看 有英文的版本 那接下来有这个 rejection of humor in western thought 幽默在各国文化 几乎都是被贬义的 因为认为幽默的人不正经 幽默的人呢 不是正人君子该有的 所以在重要的宗教人物什么 你会觉得他好像都没有笑过 有人在研究耶稣到底笑过没 或者上帝的笑 会是什么样的笑 在旧约圣经里面 我们会讲到这一段 旧约圣经里面有上帝的笑 跟那个沙拉的笑 老师不是教徒 老师只是对很多事情 都很有兴趣的人 所以笑不是什么好事 你望明杀的时候 你笑你试试看 毕业脸里你笑你试试看 可是笑其实是些好事 我去参加一次人家邀请的演讲 他们请了一个 好像是不是工卫一些教授 发明笑笑功的人 就在大家听演讲之前 他就带我们做十分钟的笑笑功 就这样 叫你放松身体 刚开始觉得愚蠢至极 你知道吗 我是来演讲的 我跟你搞这个 耍我猴戏 你是没演讲废的 故意这样搞我是吧 结果就跟着做 傻傻跟着做 流汗放松心情 那天演讲 我觉得我讲的不错 自我感觉良好 懂吗 所以笑有这个好功能 也许我下次教 幽默社会学 就每一堂课 就大家先大笑三声 同学看今天你的笑声有多大 我们拿一个分贝机 摆在固定距离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是一个想法 OK 上学期真的还有人去借到 借到那个分贝机 好像说物理系实验室有 还哪有 就是有些同学实在太热情了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这样 然后后来同学就有点生气 老师你到底是真的要做 还是不要做这样 我说这门课叫什么 幽默社会学 幽默一下 OK 老师真做了你就高兴 不做了你也高兴嘛 干嘛老师不做你就很生气呢 幽默一下 这门课不叫生气社会社 OK 有些人显然需要到招况管训班 去管训一下 好 那柏拉图的那个作品里面也有 那有一个人写的 humor in Chinese philosophy 幽默 庄子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幽默的人 我们也会稍微说一下 那其他的文章大概都有 我们就大概根据这个顺序 中西历史合并来谈 那在第八页中间的杨家洛主编的1999年 1999年其实重印版 有些出版社都很贼啊 都不告诉他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印的 所以那个很早以前就印的 叫《中国笑话书》 他就把中国历代的笑话集收集在一起 那那个书你可以测试一下你的古典文言文的阅读能力 那冯茂蓉的《笑符》 或者叫《笑史略略》什么的 这个有两册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有人会看这个《笑灵广记》 《笑灵广记》是清朝的书 《笑灵广记》里面大概很大一部分都抄了冯孟隆的《笑史》 《笑符》这本书 抄了非常的多 《笑灵广记》呢又蛮色的这样 有同学找不到别人说这本书比较好找啊 就去找来看 看完以后说这本书好色这样 总之上你的见识啊 你看清朝人色也不会色到那个地步啊 那现代人色到什么地步 真是 好了也有《民国笑话集》什么之类的啊 所以你能找到啊都可以来看一下啊 那后来有一个人在最下面这篇这个人啊 他就把写了一篇英文文章 这篇英文文章如果翻成中文文章 不是太值钱的东西啊 他就叙述一下 humor这个字怎么翻译到中文来的 那这个字呢 这个故事在林玉堂一篇文章就讲的其实相当清楚了 相当清楚了啊 接下来是第八页下面 我们就要进到另外一个单元啊 就是幽默跟社会生活 幽默跟社会生活 根据社会教科书啊 那社会学的第一个 第一个大概很重要的讨论主题到现在为止啊 就是性跟性别的问题 sex and gender的问题啊 那这个就黄色笑话的问题 刚刚同学问到尺度问题啊 就是这样 那这个有一个社会学家啊 这Harvey Sacks啊 1978年就写了一篇文章 分析这个黄色笑话啊 那黄色笑话其实不太黄啊 根据现在的标准 那根本就浅黄淡黄 绝对没有那黄色小鸭的黄那么黄啊 所以这个啊是一个那个啊 我们当然上课还是要保留基本的礼节啦 所以这个论文基本上具有这个特色啊 第二个篇文章是讲女性主义的这个 这个性别的面向 他说how many feminists does it take to make a joke 这个美国的笑话固定的开头之一 就是how many什么东西 does it take to怎么样 我以前到美国最常听到的笑话之一说 你知道吗翻成中文啊 你知道吗在转掉 你知道要花要拿要花几个人才能转那个 转把电灯炮转下来 电灯炮转下来 那这有各种不同的版本 我听到的第一个说 四个波兰人才能转一个电灯炮 把电灯炮转下来 他为什么 三个人在下面撑着 一个人握住灯炮 三个人撑着他然后在下面转 这是要讽刺波兰人很笨 那这个呢后来就可以被改成 任何一个你讨厌的人就把它加进去 比如说你觉得 需要几个台大社会系的教授 才能转下一个电灯炮 这也可以加进去 当然也有很多版本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呢就是make a joke 他说那个女性主义怎么开玩笑 他特别讲sexist humor 性别歧视的笑话 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在台大校园里面 在台湾的校园里面 都有性别平等教育法 依照性别平等教育法所设立的 性别平等教育文会 你如果对人家讲黄色笑话 不管男对你 你对男 你对同志同志对非同志 whatever 假如人讲黄色笑话造成人家的不快 那个人家要举报你 你都会到性别平等教育文会去报道 所以黄色笑话有的时候的问题 不在于那内容问题 你都是好朋友 大家私下讲讲得很高兴 但是不会有任何性骚扰的这个情况出现 但你碰到不熟的人 有些人对这个特别敏感的人 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 像我们当老师我讲笑话 开玩笑 讲爱听笑话爱讲笑话的人 谁不知道黄色笑话 但是你可以立志不讲黄色笑话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立志不讲黄色笑话 或者不在公开场合讲黄色笑话 费于青就是基本上 电视上你不看不到她讲黄色笑话 她的那个节目听说就有黄色笑话 她什么公开演唱会 她就有黄色笑话 但她的黄都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不是那么赤裸 都是你要去想像的 那有人很会讲黄色笑话 就被封为皇帝 这个历代都有各朝各代的皇帝 OK 所以这是性别的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呢 特别讲到这个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and men in playboy's sex cartoon playboy是美国花公子杂志 那是为男生所做的 基本上都是裸女照片 后来也有playgirls 但是好像影响力相对而言 就没有playgirls那么的 playboy那么的 这个人就特别分析他的卡通 里面所蕴含的这个笑话 那笑话一直是有这个文化差异 有些文化可以接受 有些文化不太能接受这方面 第五页 那这刚刚有讲过 那个颜广林跟徐通的书 那这个 接下来中间这边 有宗教史中的校 还有上海古迹史 上海也有那专门讲校话的地方 这历史上 1949年以前 还有相声溯源 如果喜欢听相声的同学 可以去看一下 这本书非常的学术 你古文也要好一点才可以 刚刚有外籍生 说希望能够加签这门课 我通常都是让外籍生加签 或交换生 因为他们来的时间很短 但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如果你听 他们听不懂我上课讲什么 我就加签了 这是彼此的困扰 你能用英文写还好 你不能用英文写 我真的是帮不上忙 老师的语言程度有限 这样的话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我非常喜欢 加签这个外籍生 交换生 还有我社团指导学生 这样才让我的社团 才能够招收多的人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 参加我社团有什么意思呢 也没什么特权 好 接下来有一本书 你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你有兴趣 伯格森的这本 在第五页的下面 《校论古迹的意义》 这本书其实 这个伯格森是个法国哲学家 他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那这本书其实非常的无趣 我坦白告诉你 他分三篇 非常的无趣 他理论我觉得 当时大概不得了啦 现在看看真的是很不怎么样 那弗洛伊德这个书 不要被他骗 我年轻的时候 弗洛伊德这个书呢 不是 这辉邪与潜意识关系 我想不要骗 是另外门客的 叫做爱情心理学 那根本就不是爱情心理学 好了 可是他是弗洛伊德 反正爱情心理学 就骗了很多人去买这本书 就买回来完全看不懂 所以这个是 辉邪与潜意识的关系 这是弗洛伊德书 我一直没好好看完这本书 然后做成奖意一直没有 所以这一句会不会讲到 还是个问题 那请翻到第九页啦 那个Michael Mokai 这本书 或其他都大概都是 跟这个是有关的 在分析性跟性别 中文的文章或书 我就比较不知道 我不知道 并表示没有 那通俗的东西 有些我不会太用 所以这里面指定英文的 会多一点 如果你英文没那么好 没关系 老师上课会讲 听我上课讲就行了 第二个部分是讲到 幽默跟族群的关系 那这个也是一样 那最重要的人 就是第一个人 叫Christy Davis Christy Davis Christy Davis 在那个第一本 跟第四本 1990年 第一本 第一篇是一个文章 第四篇 第四本是一个书 其他的大概后来就 就很少有这个不同的 那基本上讲这个民族幽默 就是拿别的民族开玩笑的 拿别的民族当成开玩笑对象 那这个呢一直在很多文化里都有 他举出证明 我们到时候也会讲 那这就引发了非常现实的道德问题 那我们常生活在讲笑话的时候 要不要拿某个民族开刀 或当讲笑话对象 这是道德的吗 那有人认为这不道德 所以不能拿开玩笑 就像说你不能拿女性 什么在美国是金法女郎 都是笨蛋这种的开玩笑 可是在很多戏里面 很多连续剧里面 还在加强这样印象 有的当然就反过来 反过来金法女郎厉害得很啊 这上天入地啊无所不能啊 那这个民族笑话也是一样 有人说当然可以讲 为什么不能讲呢 讲民族笑话只是有些前提而已 就自己民族的人可以讲 还有讲的人是那个民族的可以讲 而譬如说犹太大屠杀笑话 各位同学千万不要小看 犹太大屠杀这件事情 台湾有纳粹餐厅 后来就被以色列代表出抗议 以色列人非常非常非常政治人 认为你还不懂得纳粹的罪行 你还把他当成文化的这种 这种偶像来崇拜 这是以色列人不能够接受的事情 台湾有些人觉得大提小做嘛 你就不了解 有时候一个民族的恨可以到这个地步 对那个大屠杀 甚至你在日常生活讲话的时候 你都要想在美国都要小心 那个可是在德国就有一些新纳粹 完全否认大屠杀发生过 所以这两派人要碰在一块 美国也有一些人认为 大屠杀是犹太人创造出来欺骗这个世界的那个 那这个争议其实都不抵一些社会现实了 有人的无知有时候是很可怕 这在台湾也有一些 不是在大屠杀这件事情上 在很多事情上显现出我们的无知 这都是我希望不要在我们学生中发生的 但是我们的学生常常被鼓动去做一些事情 不明就里 然后给你的一个最好的挡箭牌 或叫你去死的 或叫你去慷慨负义 不一定会死啦 他现在很少会死啦 除了你去当兵 然后碰到一个什么县的人 那你就倒霉了 对不对 我最近发明的笑话说 女人都怕紫外县 男人最怕犯左县这样 真的是两个县都很可怕 好 这应该可以讲 这应该 这是社会事实 这不是毁谤任何人 好再回到这里 所以呢你一定要 真的自己要想清楚 不要变成别人的棋子这样 好 这是族群 所以有人认为可以讲 讲呢 但也是一个限制 有人认为 哎呦 连讲笑话的自由都没有 这是言论自由保障的范围 另外一个相关的事件 真实发生 而且还死了不少人的一个事件 就是穆罕默德卡通事件 是2006年吧 还是哪一年 上网可以查得到 丹麦的一个报纸 在卡通上面 就画了一个穆罕默德 然后好像跟賓拉登的形象 怎么扯在一块 然后把阿拉伯人都当成恐怖分子 那这引起这个伊斯兰教徒 我们台湾叫回教徒 强烈的抗议 但当时呢 一个说法就是说 这是言论自由保障的范围啊 你抗议我们也不能做什么 他也没鼓动你怎么样 丑化 那你就没有去了解到伊斯兰教 对于穆罕默德形象的问题 他们历来不准穆罕默德有像 以前台湾的一个游乐园 主题乐园 要把各个宗教人物的那个像 都弄出来 就弄了一个穆罕默德像 然后被抗议 后来好像拿掉 我不知道这个网络上 可不查得到 临时想到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我就放在心里了 有一天我们的同事 这有一阵子 他们去丹麦考察 去丹麦考察 回来大家就聊天 他就说他们坐飞机 飞机快下降的时候 空服员广播 说丹麦是一个kingdom 有国王有皇后有皇家 你不能在言辞上或行为上 侮辱丹麦国王跟皇后 我一听完这个 我觉得那太欺负人了嘛 你就可以侮辱穆罕默德 就不能侮辱你们的国王跟皇后 那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呢 陈麦考察也不该被 或任何人都不该被污蔑才对啊 这言论只有不能保障 对别人的污蔑啊 那那个事情后来 这中间是我的插话 后来回到抗议 就焚烧欧美的大使馆 什么的你上网可以查得很清楚 还有一个维基百科的条目 是讲这个的 后来死了一些回教徒抗议的人 死了一个日本记者还是什么 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你觉得值得吗 你觉得人类不是很愚昧吗 你觉得这个丹麦这样子的国家 我们都认为算是欧美先进国家 在言论自由的保障的这个口号之下 做出对别人的这种污蔑 你会觉得这有道理吗 所以从那天开始 我不吃丹尼奶酥 不看美人鱼的故事 多悲啊 这个文化真有问题 怎么能够这样子呢 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啊 这族群 接下来角色跟职业 历来把幽默因为看得很低 但幽默又有他的功用 所以在欧洲的宫廷 跟中国早期的宫廷 都有苍幽或者joker这样子的人 那这样的人呢 在他们扮演的很重要位置 因为他们可以讲一些 别人不敢讲或不能讲的话 那因为他们身份是个joker 所以呢 他就可以 就他的发言 基本上是可以不算数 那这个就进入那个角色 当然到了现在没有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相对这个位置的 叫做监察院 那监察院惹出什么事情来 你看报纸就知道 我就不用告诉你 免得又被剪掉 那这个现在在欧美台湾也有很少数 就是讲这个笑话的 有学生上学去修我这门课 他在台湾的一个 叫做餐厅嘛 讲笑话的一个地方 他有一个时段 他好像要讲多少 十几分钟 那很辛苦的事情啊 为了发明笑话 为了撑那十几分钟 他来修我的课这样 我说你修我的课干嘛呢 老师我要找寻一些点子这样的 他也欢迎我去那个餐厅 那我这人很懒得外出的 所以就也没去 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好那接下来有 你看像经济学里面有N个笑话 笑话中的心理学 心理学的笑话 把管理学里面的笑话也凑在一块儿 最妙的是 上学期有一个数学系的同学 修我的课 他写了数学系的笑话 我一个都笑不出来 又不知道哽在哪里 我就忽然觉得自己好可悲 一个都哽 他讲了很多那种数学系 什么什么这样 我觉得一定很好笑的 对他们那种 那么可怜的人 一定要用那种方式讲笑话嘛 这样 所以后来听说 各行各业都有他们自己 自得其乐的一种方式 那数学系的同学 报告我最后只要跟他道歉 我说你写什么老师 完全不能体会 但是我相信是很好笑的 就非常惭愧 这数学太烂了 听不懂 我以前就不懂 那学几何的时候 不懂那辅助线怎么出来 你有就画出来 你有胆就给我画出来 有辅助线都不是画出来 都是你看出来的 我就佩服到那种有天眼的人 可以看到辅助线 太可怕了 我最讨厌那个代数的时候 那五里数 他已经那么无理 我们理他干嘛 他那五里数 讨厌要是 我每次算完了 我都不相信那答案 有时候那答案竟然还对 这无理吗 对啊 五里数 我说你们学数学都没有这困扰吗 我就觉得我学这干嘛呢 一点都不好笑 我也不知道数学系 我家里买菜 会有一个五里数出来吗 请找我根号三 我最近看大陆的延续剧 终于有人搞出这个来 叫做龙门标局 各位喜欢幽默的人 欢迎大家上网去找来看一下 这很好笑 他有时候第一级 他就什么sine加上cos sine加cos 第三级他就根号九级 然后第四级他可能就什么 根号九加一级 然后什么根号什么 他那级数全部都是 都是你要去把它算出来的这样 我觉得这就要发疯了这样 很好笑的 强力推荐 如果要减掉就减掉随便 强力推荐 好那接下来是笑话跟政治 有一种说法 其实不太正确 后来你又记得这样 说政治越不自由的地方 笑话越多这样 其实应该不是这样讲 说政治人物越无能的地方 笑话越多 应该是这样 我们现在民主的笑话也很多 有关各个领导人 我们这领导人大陆说吧 各个我们的官员 常闹一些笑话 那有些笑话是那极具讽刺性 说这种头脑人竟然也当官 老百姓现在有言论自由了 还是有笑话 那以前在60年代美苏对立冷战期间 那这个苏联人常常变成美国笑话的一个对象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学到一个笑话 所以一个苏联人跟美国人在那边吹牛 美国人说我可以在白宫骂我们的总统这样 苏联人说这有什么稀奇 我也可以在白宫骂你们的总统 我也可以在红场骂你们的总统这样 那这个你知道的故事你就知道 苏联人已经是声势下滑这样 但是幽默有时候就在这里 他不直接点名 但是你可以从其中了解他的韵味这样 那政治这个有一些研究 那有一些是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能不能找到的政治笑话 因为他通常政治都太过严肃 那个如果你能用笑话用讽刺的方式 会给更能发人生死 有人认为有人笑话就过去了 所以不喜欢笑话 政治完了以后呢是宗教 宗教好像跟笑和笑话关系很小 那我们希望从这里呢 能够从少数的文献来看一下 接下来就其他啦 其他就是这个大题目里面没有包括到 因为呢老师去找文献很辛苦啊 找了半天有时候只找了一篇 然后不同的主题也不同 譬如说你看第一篇讲 Humor and popular culture 跟通俗文化的关系 另外呢有一篇叫 一本叫Good humor Bad taste Sociology of the joke 为什么有些那个笑话不好笑 为什么有些笑很恶心 有人专门喜欢讲那种非常不好笑 想冷笑话你们这时代叫做 那这个都有人分析这样 为什么有些人尤其有些宅男 号称很会讲笑话 你听起来就觉得 那就是bad taste 品味太差 所以那个同学问说 老师这个有没有尺度 我觉得你假如问 有没有品味的问题 这可能是比较重要 比尺度还重要 有尺度 有尺度那也有品味 那有些所谓的尺度的笑话 有品味的话听起来是很高雅的 你就算在尺度之内没有品味的话 那听起来真的是让人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尤其我们这门课是在吃饭后上课 请大家考量一下好不好 我本来放在礼拜一上午的 今年因为我是被礼拜二的课给牵制住 我希望有一门课是早上 一门课是下午 我希望调配一下 所以呢礼拜二的课是固定课 固定的课要排在上午 所以我就把礼拜一的课调到下午 不然的话我平常都是礼拜一上午的课 礼拜一上午的课 礼拜一上午的课有一个特别的好处 就是你还没注意这门课就过去了 礼拜就过去了 然后你就到礼拜一下午 这些非常神秘的一个 一个礼拜一上午的这个情节 你们可能不会了解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 然后礼拜一碰到人家的时候 我已经上完一堂课 我是那个暑假作业第一天就做完的人 你就了解我的心情 好那14周跟15周大概就要谈一下理论 幽默的相关的理论 大部分的课或书 会把理论放在前面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从理论出发 你就开始学会戴着眼镜去看这个世界 我觉得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裸眼看这个世界 然后再来决定你要配什么样的眼镜 所以我不太 这个课我就不太喜欢把这个理论放在前面 我们多听很多很多笑话以后 你看看是不是其实在你心中 你也归纳出一两个原理 然后最后我们再来做总结 这样再看看你心中归纳原理 跟学者归纳原理到底胜出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有效的学习 一开始就告诉你别人想什么 你大概就不用花自己脑筋了 你就变成别人思想的工具 我觉得教学上面这样不太好 所以这个就放在后面 大概两堂课 一个部分讲伯格森 刚刚讲过 一部分可能讲佛罗伊德 可能也不讲 一部分讲的人类学家 Mary Douglas 还有这个 这个人叫Ferguson跟Ford 讲disparagement humor 有些humor被大家认为 有人不喜欢讲笑话的原因 是因为笑话都在笑别人 觉得很不道德 那有人认为有一类型是这样 但有类型并不是 有些笑话是鼓励人的笑话 所以他就特别把这个笑话做了分类 然后特别讲出一种叫disparagement 贬低人的笑话 那另外还有一个人讲到 笑话跟社会现实的问题 从现象学的观点 这个略嫌高深 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你听不懂的 那这个东西就是有问题的 我们讲完才下课 好吧 然后这个第十六周 十二月二十三号 在这个圣诞节前夕 圣诞夜前夕 就集体作业的课堂报告 就是如果我们维持不变 是一个笑话大赛 那就是笑话比赛 你可以在圣诞夜那天 把那个第一名的笑话 拿去讲给你的朋友听 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好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同学都认识的人有限 所以讲的笑话并不是太好笑 尤其你知道 你要跟哪个对照呢 要跟每一周 从下礼拜开始 你们收集到的三个笑话来比 那真的很困难的 真的很困难 那笑话你会发现 有的是讲的方式 那笑话你可能听过 只是他那个人站出来 讲的方式 那个腔调 那个姿势 可能会引发你更多更多的笑话 所以笑话不是每个人都能讲 以前有人 我上别的课的时候 其实我就 就以这个爱讲笑话出名 所以有人专门记我的笑话 记我的笑话 以后回去的任务 是要讲给室友听 然后他很大的困扰就说 老师我都记得你怎么讲 可是为什么讲 回去讲就不好笑呢 我说你等留着胡子 你试试看 你留着胡子 可能讲就会比较好笑 这当然是开大玩笑的 那三月三十是一个 是一个列为总结 就是一个伸缩性的 可能那个理论部分 会讲的比较久这样的 那十八周的期末考 这个要不要录影 我这边有写 要征求全体同学的同意 一个人说不同意 就不录影 不是不录那个同学而已 就不录影 尤其我们在Monday 叫做Monday Blue 非常合啊你知道吗 这这门课不能摆在别的地方 摆在星期二的课 就要叫最后十四堂 星期二的课 这样 好那其他的我其实也已经先讲了 这就是这个学期 预计要教大家的进度 如果你修的话 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那今天就上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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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